英国皇室小公主二号诞生 爷爷查尔斯王厨和奶奶卡蜜拉 第一时间到肯兴度皇宫探视 似乎是看到宝贝孙女 查尔斯王子心情大好 还开心地和媒体挥挥手 而小公主的诞生也大大刺激了英国经济 凯特王妃抱着小公主初次在媒体前亮相 包裹着小公主的这条 有着典雅林格花纹的白色羊毛方巾 来自英国王室爱用品牌 哥哥乔治爸爸威廉王子 出生时包巾都用同个品牌 尽管一条就要价台币2200多块 但因为小公主加持过 白色羊毛方巾已经卖到缺货 公主风格的粉红色洋装也超热买 不只穿得用的就连吃的 也吹起一股粉红风潮 伦敦高饼业者为了庆祝小公主诞生 设计了一系列印有小脚丫 和小红鞋的粉红色马卡龙 和写着欢迎公主字样的蛋糕 粉红色讨喜模样赏心悦目 另外先前也曾经预测 乔治小王子长相的工程师 再度预测小公主未来长这样 有着深褐色的眼睛非常有气质 不过大家最期待的莫过于小公主的命名 虽然以纪念曾曾祖祖母的名字 将小公主命名为爱丽丝 最受到民众喜爱 不过根据英国皇室传统 小公主的发明可能要等几天后 才会正式对外公布 记者综合报道